美國晶片製造公司 我們注意到有關的聲明 希望有關企業 能夠尊重事實 明辨是非 美國晶片製造公司 英特爾早前在一封涉疆公開信中 要求供應商不使用任何來自新疆的勞工 財購產品或服務 事件引起中國強烈不滿 英特爾是昨天發道歉聲明 清早前公開信中關於新疆的段落 並非表達立場 對中國客戶、合作夥伴及公眾深表協議 就此中國外交部怎樣回應呢? 我們已經多次強調有關新疆地區 強迫勞動等說法 完全是美國反華勢力 被拋製的謊言 目的是抹黑中國形象 破壞新疆穩定 阻惡中國發展 新疆的民眾 勤勞勇敢 新疆的產品質量優良 讓個別企業 如果選擇不用 也是他們的損失 我們來看 公司 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